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道德经》十五章 第一句话,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身不可食 这句话的意思是,古时候善于行使道的人 精神境界通常远远超出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水平 我们说道可以从神的角度来进行认识 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的精神境界通常远超过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水平 夫为不可食,故强为之荣 这些人除是微妙而玄傲,让人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正是因为他们很难被常人理解和认识 所以《道德经》的作者说,在此勉强形容一下他们 于兮若冬射川,游兮若未似陵,严兮其若克,唤兮若冰之将是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总是小心谨慎 好像在冬天涉水过河,就怕踩破冰层,掉进寒水之中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生活啊,是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种居安思危的心态是好的 他们总是警觉戒备,好像一个国王害怕邻国的军队随时来进攻自己的国家 他们总是恭敬郑重,好像是要赴远方一场重要的宴会 去见一位重要的客人 今天有些职场的教导,也教导我们说 今天我们要穿着整齐,就好像要去见一位重要的客人 今天我们一定要仪态要好,好像去赴一场重要的宴会 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有这样的态度是好的 他们总是行动洒脱,仿佛是初春的冰块,缓缓的消融 因为要去赴一场重要的宴会 因为害怕邻国的军队随时进攻 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反而行动洒脱 好像是初春的冰块,缓缓的消融 反而是淳朴厚道,仿佛是一块浑然天成 未经人工雕琢的艺术品 因为他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又好像赴重要的宴会去见重要的客人 所以他们豁达宏远,好像一座深幽的山谷 拥有承载一切的空间 他们总是浑厚朴实,仿佛浑浊的河水 并不排斥与万物相合 下面一句话说 徐清,孰能安宜久洞之 徐生,这句话的意思是 谁能使浑水慢慢的澄清,变成净水 谁又能使寂静慢慢的变得活跃起来 在空间里出现生机 保持这种道的人不会自满 也正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感到自满 所以呢,才可以去旧存心 不断的完善自己 以永恒存在于天地之间 保持道者不欲赢 夫为不赢,故能必不兴成 这的话也是在教导我们 人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我们才能够有进步的地方 才能够有进步 想想看,一只杯子 如果它不满,还有空间 可以继续用 装满了,那就承载不了了 它的作用也就到头了 所以要知道自己不足之处在哪里 然后才能够进步 十六章,置须及守禁毒 心灵空虚到极点 内心安静到极点 人应该用这种态度来生活 安静下来 心里面稍微有一点放空 留一点空白 要有思考 万物并坐 世间的万物是共同蓬勃的生长 所以在某一种植物旁边 种另外一种植物 万物并坐 它能够共同蓬勃的生长 这是非常重要的 无以观其覆 我们从万物的发展和变化中 可以观察 这个是覆 就是王覆的覆 循环王覆的运动规律 各位看到 世界万物 世界万物有个规律是循环的 好像 谁从流到大海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好像太阳 徐徐升起 又落下 它有一个循环 好像人 白天工作 晚上睡觉 睡完觉又要工作 昼夜交替 是循环王覆的一个规律 各父归其根 归根约静 好像我们每天的生活 有一个根本 这个根本就是静 好像晚上我们睡觉 那是静 睡醒了起来 那就动 所以睡醒了 那就应该动 不动就不行 但是应该静的时候 我们就要静 动要回到静 就是要好好的睡觉 但今天很多人呢 该动的时候不动 该静的时候不静 这对我们的身体呢 就非常不好 归根约静 有一个根本 好像数不得根 就是静 是为负命 负命约常 知常约明 不知常望作凶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万物啊 虽然说是分分云云 但是它有它的本源 回归本源呢 就是根本就是静 回归本源的状态 可能以一种常态出现 它就是一种永恒的规律 能够了解这种永恒的规律 才能称得上是明智 如果不能了解这种规律 妄想胡作非为的话 就会给自己带来重大的灾难 你看该静的时候 晚上不睡觉不静 白天该动的时候不动 这昼夜颠倒 就会给自己带来重大的灾难 我们认识了这个 循环往复的规律之后 我们通常就能够变得大度 就是拥有了宽阔的心胸 看透了 看明白了 我们的心胸就会宽阔 心胸宽阔了呢 由容乃大 才能够做到大功无私 由容 容就是心胸宽阔 心胸宽阔了 由容乃大 就能够做到大功无私 这就是道德经说的 容乃功 功乃亡 大功无私呢 就能够 君灵天下 就能够做皇帝 因为皇帝你必须要大功无私 是不是 王乃天 那君灵天下的人呢 就会合乎自然的规律 天乃道 道乃久 真正小的道呢 就能够长长久久 不受危难的侵害 所以啊 认识这个 往返循环的道理 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宇宙的一个根本的规律 这规律 是道的本体 上帝创造的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 拜拜 今天就分享到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